各位居民 大家好 又到六部門廣場 今天我講各位居民 真的要講些事跟居民有關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重輝 宇淳 你好 輝哥 你好 今集想嚴肅一點 我們不是說誰是誰非 就評論一下 根據澳門一早已經在11年前 立了第23條有關的國家安全法律 其實現在看回香港的情況 澳門居民面對有關的法律 是應該怎樣去應對呢 和輝哥談吐 我想最近這個課題 搞得很揮揮揚夢 在這裏我們姑且不要講 這個裏面的是非問題 我們今集所重點講的 不要重招 無端端或者不經意 惹了所謂國安裏面的貼例 首先我幫輝哥說話 我也是 輝哥不喜歡奉承 我們沒有理由拍一集 特意要奉承 當然我們都不會說 立戀去踩 我們批評得的 確實在我們的思想中 是認為有問題 但今集我們提出 作為澳門居民 面對已經成立了法律 大家要注意些甚麼呢 其實國安法在澳門 已經實施了11年 澳門的基本法23條 到目前來說 在我印象當中 就沒有人 是因為這條法律 即是觸犯這條法律 是被控告的 廣哥你說你印象 就絕對的 因為廣哥 涉獵的時事都很廣 你說沒有 真的事實都是沒有的 又說回澳門 根據這條法律 已經成立了一個 是和國家安全有關的委員會 而比較隆其重視的 就是我們的特首 就是任主席 即現任就是何一成先生 另外在司法警察局 也都有一個專門的部門 去處理有關的事宜 包括有沒有情報 跟這些有關 又或者看有沒有人事 從事一些東西 影響到國家安全 其實我們講 危及國家安全 這個未必個人有本事 但是影響這個會 有留意有沒有影響 當然在香港 這次的 現在還在 尹養筋裡面會怎樣 市民會怎樣看法 官方會怎樣做法 但是有一件事 剛剛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當然有人說 這個會對於你的言論自由 有所影響 我相信這個自由和影響 真實與否是很關鍵的 你說這件事出來 你當欺笑怒罵 講笑 我到時想炸哪裏 其實我講笑 但是你講笑與講真之間 站在安全這個角度 可能如果 剛好線 隔場有意也好 怎樣的情況 這個消息傳出的句話 甚至乎 你用一個網絡的形式 跟朋友玩一下 這樣 這個也可能會造成一些 在這一方面 危害社會的安寧 我們看回一件事 其實 我們看回 911之後 在美國 當然很多人監控著 有關伊斯蘭教 或者這些國家的活動 所以它裏面 你只要在那裏講笑 它都當你真 因為靈枉就無縱 所以大家在這一方面 尤其是現在網絡 太簡單 你可能打幾個字 大家當是玩一下 但這個玩一下 可能會令到你有不必要的麻煩 現在我們已經有 為這個網絡安全立法 我覺得有些事情 會危害到公眾都不應該 如果去到國家的層級 當然也要小心 我大概在2009年初 我就辦了一次的研討會 當時邀請了幾位 來自日本的新聞界 去到社長級的 參與 他們也有發言 就說 定定一個國家安全法 任何和這個國家有關的地方 都是應該要立的 就是他們日本都重視這方面的立法 就不用各個擔心 和這個政治有關 當然 我們要看一下立了之後 是不是立戀去執法 剛才阿輝哥說 11年來 是沒有立戀執法 作為澳門的居民 你可以放心 但是放心得來 也都不要遠地來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 對一些東西不熟悉的時候 你不妨找回有關的條文去看看 但是你說 顛覆到國家的安全 或者洩漏國家的機密 這個不是很多人有這個條件去洩漏 我記得很多年前 香港有記者 是在兩會 未開之前 就洩漏了那個國家的工作報告 就是國務院總理工作報告 這個當然是有問題 你在報紙登了出來 還不是洩漏嗎 是嗎 同樣的罪 你不是輕易犯 所以不是普通人可以觸犯 所以最麻煩的一件事 剛剛我都說了 在一個凌枉無蹤 因為這個是一個牽涉 事體很大的事情 所以真的 如果你在一些媒體上面 或者你傳出一些消息 或者是做某一些事 我覺得 如果你純粹是 作一個換傻 或者開玩笑的方式 我覺得你真的 有時候的事情 有句說話 真的不說得笑 有些事情不適宜去說笑 我嚴肅一點說 這個可能會令到一些人不高興 如果大家仍然是 留在澳門去生活的話 有些事情確實不可以觸犯 如果想有另外一些思想 我就是要說 我套不快的時候 你唯有離開澳門 假如覺得一向我都在澳門 有什麼理由我離開澳門 你又要守某些法律 這個應該 因為地方已經有這樣的法律的時候 作為澳門的居民 是有這個義務去遵守 但有時候一條界線 我們真的要小心 例如現在這樣 香港最近抗議又活躍了 也有很多勇武上街 其實勇武派上街 我們聽聽一些 香港比較資深的民主派的人 都是叫這些年輕人 他們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你們在勇武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真的明犯了法 其實對於這個年輕人 其實真的有莫大的後患 在後面那裏 這個話說回頭 我和阿輝哥一早就和勇武割了席 其實不需要說割席 我們從沒有同情過他們 我們去年很早期 全部都罵了 包括罵林鄭 罵建制 罵民主 罵警方 罵藍絲 罵黃絲 其實各方面都有不事 因為我們在澳門隔岸觀火 是比較冷靜的 其實各方面都有不事 但如果他們真的聽我們兩個說 就沒有事可以做 因為我和阿輝哥沒有馬後炮 我們很早期就提出 在2016年澳門曾經撤回有關的 想修訂的法案 但為何香港不用撤回 始終他最後就用撤回 早點說就沒有事 不用搞到現在的一幕布 所以現在 當然你如果站在一個立場 大家的立場是非常鮮明的 有些要拋頭露灑熱血 每個人的看法是不同的 但是現在 是不是我們去到這個程度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灑頭露灑熱血 我們好錢 都對於別人侵略我們 是作為這個極端的做法 現在是不是需要這樣極端的做法 所以提醒大家 要小心去應對有關的法律 其實也都不輕易會觸犯到的 總之大家不要去以身試法就可以了 多謝輝哥